台北市新银H300货公司餐厅保龄茶室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卫生局截至今晚8点接获1月通报5人 目前5名案例中其中1人疑似因为食物中毒 引起急性肾衰竭死亡 另外2人装叶克膜抢救中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晚间也在脸书发言 表示事件有扩大趋势有点严重 食药署26号傍晚主动前往稽查采集检体带回食药署检验 并邀请一位毒物专家以及机关署防疫医师随行 会同台北市卫生局一起行动 而北市府第一时间已经排除伤寒立即等微生物 但地方检验能力有限 食药署的国家实验室可以检验的项目比较多 采集到的样本会送回食药署进一步检验厘清原因 食药署副署长也表示针对本次的事件已经拉高层级 所有可能中毒的食材都会采样 能想到的微生物和病菌都会检验 并由中央带回检验 另外新北地检署也证实三重分局 已经在25号报请检察官相验 目前会先将遗体冰存等待后续厘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